九年前曾经轰动一时的曹操木最近又成了新闻大热点 日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曹操木2016到2017年度考古发现 说这次发掘又得出了不少颠覆性的新结论 时隔九年为何再次开发曹操木 这次发掘又有哪些新进展 我们进入今天的青年探秘者 2009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被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高学村南部的贝道东汉大墓 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该墓葬随后被确认为魏武帝曹操的陵墓 2010年至2012年 发掘单位继续组织专业人员在曹操木周围进行了调查勘探 确认了陵园和建筑遗址的存在 时隔多年后 从2016年11月至2017年5月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曹操高龄管理委员会等单位 联合对曹操木再次进行了发掘 而在近日 曹操木考古发掘又有了新进展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曹操高龄2016至2017年度考古发现 披露了包括陵园内外夯土基曹神道 东部建筑南部建筑在内的曹操木众多新发现 并称通过发现得出了不少颠覆性的新结论 比如 此次发掘进一步确定了曹操木的规模 有专家指出 与洛阳的东汉帝陵陵园相比 曹操木明显较小 说明陵园在当时 显然不是按照帝王的规格修建的 此外 除了考古队之前公布的墓室中 发现一男两女三具遗骸之外 此次公布的考古发现中还提到 陵园内部出土一物稀少 除了南部发现一块较大的 绳纹板瓦残片之外 仅在部分柱洞中 发现有少量碎小的绳纹板瓦 或者铜瓦残片 青年探秘者永远对未知保持好奇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今天我们要给您说一说 曹操木又有新发现 我们今天请来了一位权威的考古专家 来到现场跟您一起来解开这些谜团 为您介绍一下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 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前所长 也是著名的考古专家 学部委员刘庆祝 刘老师欢迎您 谢谢 刘庆祝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所长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院长 刘老师您去过几次曹操木 去过 我也可能去过四处不少 四处不少 正式的这个发掘的过程 去过几次 他是09年 在发掘当中 我正好到河南有个讲座 讲座完河南省文物局 因为那时候快挖挖了 09年12月 我12月13号到郑州 我都见到这个目的资料了 就现在的公公博物院长 当时时任的国家文物局长 叫 刘锦阳先生 他把你当时去那录像过看了 他说你看你认为这是什么 是不是曹操木 我说如果你这东西不是从潘检原来过来的 是从地理出来的 就是曹操木 就是那石牌 石牌上写着什么 石牌写着 魏武王隔湖大吉 有了石牌这木哪出的 我在安阳 安阳当时那地方是什么地方 我挨自叶城 叶城是什么地方 是曹操的都城 曹操做魏王 你王都在哪 就在叶城 现在叫属于河北城馆 当年属于安阳这边馆 他死了就在埋在那 为什么呢 中国落土 入土为安 入土为安 老百姓死了以后要签账回老家买 国王死了 皇帝死了 买哪 不能买回老家去 他老家在博州 对 你不能买博州 因为他那天不是 他正常死亡 他如果被推翻了 他就不能买哪了 这是中国的常识 因此都能停 所以09年在发掘了曹操木之后 咱们也办了发布会 正式的向外界宣布了考古的发行 而且当时也入选全国十大 十大发现 十大发现 我记得当年咱们在开过发布会之后 我还采访过您 对 那时候咱们做过一期节目 是 一晃你看 也在这一晃 一晃又快十年了 对 那天是10年初 是的 那么为什么过了九年 咱们要对曹操木再进行发掘 再进行发掘 当时发掘 只是把牧室发掘了 当年他这个木里头 祭祀他 祭祀的人在哪活动 怎么祭祀 第三个还有什么东西 而且当时在他北边 还有一人认为是个木 他这木叫二号 有二号就是一号 那一号倒是是木 是不是木 如果是木是谁的木 当时有人就说 这是什么 曹操的谁的木 当时说不清楚 我们只能说 我们知道的是什么 这是曹操木 二号 那个说不清楚 一 那没说清楚 二 这木也说不清楚 哪说不清楚 木外都说不清楚 所以要再次进行发掘 要把它弄清楚了 因此后来就说 因为你已经定成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 你要给你这个完整的木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又要发掘 最近朋友圈里不断能看到类似千古历史之谜破解曹操的一孩找到了这样的文章 但转间一想 曹操一孩不是在2009年就发掘出土了吗 这怎么又成了新发现了呢 难道这其中还有什么谜团吗 据介绍 在2009年发掘曹操木时 考古队员在木室清理中发现有人头骨 织骨等部分遗骨 初步鉴定为一男两女三个个体 其中木主人为男性 年龄在60岁左右 与曹操的66岁相吻合 所以当时考古界认定这具男性个体为曹操一孩 而在日前有网络媒体发布题为曹操木有新进展 曹操一孩基本被确定的文章 称基本确认找到了曹操的一孩 对此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3月25日 通过官方微博发布了发掘简报截图 称这具一孩是2009年就发掘出土的 怎么就成了新发现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相关人士表示 这种说法属于旧文 因为安阳高龄曹操一孩 基本确认时间为2009年 至今已近十年 并非此次考古的新发现 另外到目前为止 也没有确定男性一孩就是曹操 目前只能说极可能是曹操一孩 因为这是在现有的证据之上得出的科学结论 但无法百分之百确认 好 在曹操墓里面发现的一男两女 两具遗骸当中 这个男性的遗骸 在2009年当时就基本确认是曹操的遗骸 当时为什么说基本确认 基本确认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把话说活点 就有些材料 我们说可能以后还会有更多的证据 首先这个木 那个木主人 就是曹操那个石 放他棺材的地方 在正对着正中间 在那木的正中间 出现他的一个男性人头骨 只有一个头骨 只有一个男性的人头骨 是完整的吗 是完整的 但是没脸了 脸给砸了 你本来头骨有眼睛 有鼻子 虽然没眼球了 但是有眼睛框子 就跟那人的鼓搂一样 你看那个 但是眼睛没了 脸没了 面部没了 就砸掉了 没有了 只有头顶和周围 后脑勺 后脑勺 对 这样的话 这个是个男性能判断出来 年龄基本也判断出来 年龄是多大 60岁左右 60岁左右 这种判断都是 实际上都是根据什么呢 根据体质的类学 脑子骨子合缝 长到什么程度 都是个约束 判定年龄最准的 越小越准 为什么越小 你小孩那个 变化大 变化大 这么牙长齐没长齐 一到长到成年 变化小了 但是变化再小 因为随着学格发展 基本上能分出来 一看就是60岁左右 但你不会说是65 60岁 那太悬了 不自己科学说的 明白 一是男性 二是60岁左右 三 这个面部已经被毁掉了 面部毁掉了 对 这个当时后来 是不是送到别的地方 去进行DNA的鉴定 没有 没有 没有的原因是什么的 因为这个木早就被盗了 里头早进水了 进了水以后 如果你骨骼受一种污染以后 再做提取DNA 是不是准确不准确 但当时的技术来说 就有些问题 第二个 如果你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 只能用提取DNA的话 那么我就要用破坏性的实验 什么叫破坏性的 已经被砸了脑袋 我再取块骨头 我不取不能不能试 你在这种情况下 应该叫无损伤的实验最好 但无损伤我不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们觉得认为 基本这木就是曹操木了 那个在现在的技术性 当时的技术条件下 就不必要再进损伤性的措施 这是当时的原因 截至目前 考古人员在曹操木 总共发现了一男二女三具遗骸 其中男性遗骸比较完整 判定为六十岁左右 另外两具遗骸分别是老年女性和年轻女性 那么曹操木里的这两位女性是谁呢 他们和曹操又是什么关系呢 曹操木的发现最能引起人们兴趣的 除了那具被认定是曹操的男性遗骸外 两具女性遗骸也让人不断猜测 他们会是谁呢 两具女骨 其中一个有不完整的头骨 带牙齿的下颌 部分肢骨和体骨 宽骨保存比较好 性别特征比较明显 另外一个女性头骨保存完整 有带牙齿的下颌 部分肢骨和体骨 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人骨鉴定专家鉴定 两个女骨 一个年龄约五十岁 另外一个约二十岁 如果说六十岁男性遗骸可能是曹操的 那么这两位女性会是曹操什么人 会是谁呢 据三国志魏书后飞传记载 曹操夫人辩世是合葬进曹操木的 而便是死时七十岁左右 考古人员告诉记者 在最初的发掘中 他们发现曹操木有二次下葬的痕迹 史书记载 曹操死十年后 曹操的母亲便是死亡 这应该是曹操葬便是留下的遗迹 至于年龙小的那具女性遗骨 有考古人员认为 其身份极有可能是曹操长子曹王的母亲 早死的流失 好我们继续探索未知 刚才这短片当中也已经讲到了 说曹操木当中除了一具男性的遗骸 不完整的头骨之外 还有两具女性的遗骸 有一具幻孕之后年纪可能比较大 大约七十岁左右 另外一具的年纪比较小 二十多岁 现在能不能告诉我们 这两具女性的遗骸是谁的遗骸 现在还真是说不出来 一个没做DNA 第二根据文献记载有好多推测 您现在的推测是什么 我觉得这些推测 现在根据的是历史记载 现在要想把这文物 利用更新的科学手段 我觉得把它进行 再进行进一步的进行研究 就比较准确了 你又非要让我介入这讨论 到底是辨识的 那女的都是谁的 我就很难说 但是我想那两个跟曹操有关 要没关它不会埋进去 您在现场 考古现场 看到这两具女性的遗骸和曹操遗骸的相对位置关系是什么样的 已经全乱了 它是整个从棺材里头把它给拉出来了 散了就在牧师里头 就是中一个细一个的 那看不出位置 看不出位置关系 通常如果比如说在这种古代这种大墓里边 这个位置关系是不是也能判断出身份地位 你离它越近的那肯定越重要 有个这脸挨他最近的肯定第一符文 有个这两个人符文的话 是吧 如果那是丫鬟的话 肯定就不会和他排在一起 还有个呢 倒是一次杖还是二次杖 什么叫一次杖 一次埋进去的 二次什么呢 已经早死了 把那骨头收拾收拾再搁进来 叫二次杖 现在都不清楚 因为整个刀墓给弄乱了 整个无法分辨了 无法分辨 自古以来帝王流行后葬 从秦始皇到汉武帝 修建的陵墓那是一个比一个华丽 耗资相当巨大 咱们北京的十三陵定陵 附近青东陵的乾隆陵 一个赛一个的豪华 可是据说曹操那是特立独行 开了伯葬的先河 曹操提出不封不树 也就是地表没有坟头 也不种植树木 甚至连随葬都没有金银玉器 那么问题来了 曹操为何不封不树 丧葬为何从简博丧呢 曹操自孟德 小自阿满 近安徽省博州世人 他是东汉末年的政治家 军事家 按理说曹操死后 他的陵墓肯定要动用浩大的工程 花费几十万人力 耗费大量黄金白银才对 但是恰恰相反 曹操严格要求饱葬 曹操对自己的丧葬有明确说法 公元218年 曹操亲自颁布了一道命令 中令 也就是自己的一个生前遗嘱 称西门报此西元上为寿陵 英高为基 不封不树 意思就是说 自己死后不得厚葬 将自己埋葬在贫瘠的土地上 别占用良田 依照地面原有高度作为矿机 就地挖坑埋了 而且陵墓上最好不要对多余的土 不用植树 而在临终前 曹操又发布一令 其中更是明确说 要捡以食服 无藏金玉珍宝 意思就是说 要穿着平时衣服入葬 不要珠宝陪葬 这也在曹操墓中得到了印证 墓葬虽规模不小 但墓内装饰简单 未见壁画 尽显朴实 兵器石针等有文字可证 都是曹操平时尝用的东西 看似精美的一些玉器等装饰品 也应是曹操日常佩戴之物 那么曹操为什么要提倡宝藏呢 好多人认为是曹操自己做贼心虚 因为曹操打天下之初 为了筹集足够的军项 专门设置了发丘中郎将 摸金校尉等官职 专私盗墓取材 贴补军项 一般在一个地方打胜仗以后 这些专业盗墓者 就专门负责到处挖坟 筹集大量的钱财 据说 曹操用从墓葬里道德的宝物 养活了手下的军队 足足三年之久 所以有人说 到过无数墓的曹操 死前也非常担心 自己死后会被人挖坟掘墓 出世露骨 才无奈选择了宝藏 好 这一段我们探讨一下到底是真是假 刘老师传说曹操当年曾经为了弥补军饷不足 设了几个职位 像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职位 说是去探墓 然后到墓得来的这些金银戏软 然后用以补充军饷 这个历史上是真实的吗 曹操这个是不是真实我不知道 但是你比如说到西晋的时候 当时在禁书里头明确写着 国家财政收支不够了 因为当时兵荒马乱的 后宫里消费那么大 就需要就挖了墓去 挖了墓的墓里 因为有些是汉墓 他每年都把国家财政的三分之一 做一随赏品把它买进去 做成好的东西 他挖了卖 但是曹操这个 你比如从三国志的曹操的记载 我还没看直接看到 但可能和也许在其他记载当中 说到这情况了 应该说当时挖墓比较普遍 为什么呢 兵荒马乱的年代 你需要有军队得维持军饷 有军饷得拿钱维持 没钱怎么办 老百姓征税 老百姓有兵荒马乱都跑了 自己还顾不着 因此这也就是当时的背景下 为什么要搏仗 就为什么 因此呢 我觉得像当时那种 关于这个记载 这个历史背景 是应该说 是有可能的 但至于曹操是不是设了 我希望再查些文献 再看看 所以是不是从这个角度 说这个 刚才您讲到这个曹操 他的这个壁 是石头做的 然后呢 墓里面呢 也不是特别的豪华 墓室也不是特别的大 是不是曹操这个 怕自己死后也被挖 所以呢 夏令要做的简朴一点 两种原因 一个是在中国历史上 不是从曹操 就叫伯葬 伯葬和后葬 其实从汉文帝时都有 当然大家有文景之志 汉文帝 刘邦的儿子 汉文帝当皇帝 他修墓 这叫寿陵 就是长寿的寿 这农村过去 那老百姓 叫做寿财 一到七老八十的 先做棺材 各家里头 皇帝是这样 上胎第二年就做 做陵 就是古代的 后来呢 又不见到第二年 就是上胎以后 就没死做 就做陵 这个时候 应该说 凡是有作为的皇帝 我知道在历史上的 比如汉文帝 文景之志 比如刘秀 说东汉的开国 皇帝 比如曹操 比如唐太宗 都将就伯障 就是什么叫伯障 都要节约一些 这个节约 尽管是可能是 一种给别人听的 一种政治 一种样子 但是曹操这个时代 我觉得是真心的 一个他本身 你要做那么大领悟 你没那么多财政开支 你先维持你的军队 先维持你的政权 第二个 兵荒马乱的 做得越大 被盗的可能性 越厉害 这也就是当汉文帝 所说的 跟他儿子所说的 就跟他大臣们 所说的 所以你不要 给我弄太好 越好 越容易被盗 因此就叫 不丰不树 丰是什么的 古代观的 翻头叫丰土 不树什么的 就是丰土上 都摘树 摘百树 因此观 零元叫百元 叫不丰不树 这就是所谓的伯葬 针对什么呢 针对过去 孔福子那时代说 古人的木而不焚 咱总说焚木 焚木是两个概念 木是平地下叫木 埋人的 平地上起个分头 叫焚 叫焚的 焚是在这个 木上的那个土堆 叫焚 不树不封 是什么呢 就指这分头 不封了 你还有什么树啊 因此他就觉得 这都节俭了 这就是不封不树的来历 其实看一个 你这个伯葬不伯葬 观念看 你是不是不封不树 据说啊 曹操在临终之前的遗言是 古之藏者必居 吉伯之地 其归西门报辞 西元上为寿陵 殷高为基 不封不树 曹操遗嘱当中啊 也提到了 不封不树 被后世认为是他坚决执行 伯葬的重要证据 但是呢 最新的考古研究却发现 曹操墓肯定存在地面建筑 而且相当的宏伟 那么曹操真的是伯葬吗 这其中又有何蹊跷呢 三国志卫书五帝纪记载 曹操林中有一令 天下尚未安定 未得尊古也 藏必皆出福 其将兵屯树者皆不得离屯部 有私各率乃直 意思是当前天下尚未太平 不到遵从古制的时候 我下葬后就脱掉丧福 该干嘛干嘛 屯树部队也不能离开筑地 部门各司其职 入检的时候 给我穿平时的衣服就好 不要金玉珍宝胚葬 可见曹操是要把宝葬 进行到底 而近日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发布的曹操高龄 2016至2017年度 考古发现中却披露 曹操墓并非如文献记载的 完全不封不术 肯定有地面建筑 而且地上建筑的遗迹 多达上千平方米 特别是在曹操墓的东面和南面 发现有大量注冻 这证明了这些地面建筑的存在 好我们继续来探秘 时隔九年之后呢 咱们曹操墓呢 继续的在进行发掘 而且这回呢 重点要解决就是地表之上 这建筑到底是什么情况 根据您现在得到的这些研究的结论 您会得出什么样的分析呢 这个当时啊 在曹操墓上啊 就下埋了以后 应该说它分头是不风不漱的 但是呢 它有寝殿 什么叫寝 寝就是睡觉的地方 或者办公 就是它的工作地方 也管大殿也叫寝殿 管便殿也叫休息的地方 或者是服务的地方 像我们这个图上去照的 一个圆的一个圆的 一个方的一个方的 那就是那个垫的什么的 盖房子它有柱子 四梁八柱 四梁八柱 柱子木头的球了没了 柱子再拿上去底下 底下有柱堆 那柱堂叫住厨啊 比如我们这个 我们照的 看这个柱子底下就有方堆 比如到故宫里头 看着有个石头 就那种东西 石头 石上的 对石墩子 然后上的树木顿子 当时早年没有石墩子 没石墩子 这被土打实了 夯实了 夯实的跟不夯实的不一样 你看那方块的就是夯实的 从这柱子一看 多少个 也多少间 两个柱子 一个开间 你这个五个柱子 四个开间 就是这样的 那复原这个房子 有多大 这是干什么的房子 在这墓里南本 怀疑就是寝殿 寝殿干什么 烧香上工的 活着一天吃三顿饭 死了 你给你装三顿饭 给你摆那儿去 那这样的设施 是不是又和我们之前提到的 有一些不一样的 前面说到曹涛他要驳藏 是吧 不丰不束 但是又发现了这些建筑物的 他的地基的这个部分 所以说明他那儿应该是有建筑的 这个是不是和他之前有出入 这个没出入 他那个时代的不丰不束的标准指什么呢 指不起分堆 不起分堆 当然里头也不要买那么多金银 他说了 但是没说不建这个寝殿 不建原意 什么叫圆呢 就是灵园 不建灵园 没说这个 因此他没说他就建了 其实汉文殿那些也有灵园 他也是不丰不束 过去的搏藏主要是指封图 就是那大分堆 就是分堆越高 你不看那些分堆越高 32米高 我的天 然后皇后26米高 一般大臣分级别的 就是你级别越高 分堆越高 一看这个 最高的有多高 最高32米 新日皇设计工程是115米 是吧 过去叫什么 陵墓若都役 就是陵墓像都城一样 越大越好 显立你的威严 因此越捞民伤财再多 然后人家就说 你这个 要想显得你这个爱惜人民 你这个爱惜民利 那么你就不要建那么大的分堆 你分堆是个标志性东西 至于底下建一些房子 烧香上供 他觉得这是人质藏情 在曹操墓新一轮的发掘当中 最重大的发现莫过于 正是存在毁坏陵墓的行为 根据现场发掘人员介绍 整个曹操墓陵园 原墙和相关的建筑 都只剩下建筑最底部的 基槽和住处部分 地面以上全部无存 而且基槽和住处表面比较平整 附近也没有发现建筑废弃的堆积 这一切现象都反映 曹操墓并非是自然废弃 或是仇人报复性毁坏 而是经过有组织的拆除 而这种毁坏陵墓的活动 极有可能和曹操的亲儿子曹丕有关系 在此次发布的曹操墓 2016-2017年度考古发现中 最重大的发现 莫过于证实曹操墓存在毁灵的行为 据现场挖掘人员介绍 整个曹操墓陵园圆墙和相关建筑 都只剩基槽和住处部分 地面以上部分全部无存 而且基槽和住处表面都比较平整 附近也没有发现建筑废弃堆积 柱洞中的基础石和柱子本体全部无存 柱洞边缘有长椭圆形外扩的坑 这很可能是开挖取走柱子所留下的 在此之前考古发掘的西汉杜陵陵园圆 永城西汉梁王陵秦等 往往都存在大量建筑废弃堆积 但是曹操墓却没有 考古专家认定 这种现象反映 曹操墓并非自然废弃或者仇家的报复性毁气 而是经过有组织的拆除 而这种毁灵活动 极有可能和曹操的亲儿子曹丕有关 晋书李志曾记载 皇初三年曹丕下找要求高陵上殿屋皆毁坏 也就是要把自己亲爹曹操墓上的建筑都拆了 目的是要从先帝简德之志 意思是出于对其父曹操的尊重 在这种有组织的拆除下 不大可能留下大片残垣断壁 而是会进行清理活动 因此曹操墓的所有建筑只剩基础以下部分 并且几乎没有建筑废弃堆积 正符合这种特征 同时陵园壕沟内填土大部分经过仔细夯打 显然不是自然废弃形成的堆积 与曹丕主导的这种性质 比较特殊的毁灵行为也是吻合的 那么身为曹操的亲儿子 曹丕干嘛要把自己亲爹的墓园给拆毁呢 好 青年探秘者我们继续来探秘 刘老师这个有句话叫虎毒不食子 是吧 父亲对儿子非常的疼爱 联系 即便自己再凶残也不会对儿子下手 这儿子对父亲应该孝顺啊 对不对 特别是这个古时候的人呢 除了生前孝顺 这死后也得孝顺 这曹丕怎么反其道儿情之 居然把亲爹的这个墓上的这些建筑给拆了呢 真是他干的吗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他干的 因为为什么呢 如果他是毁这墓啊 就是他要破坏的话 那东西就狼狈不堪 应该是 就比如建筑啊 那房子塌了 那些破砖烂瓦的 都给堆在附近 但是现在干干净净的 就是都见不着 他都埋在一个地方 古丁现在发掘出来了 就是一堆一堆的埋在一起 整整齐齐 就是有计划被拆掉的 因此呢 当时候来人说他毁灵 毁吗就是烧毁啊 焚毁啊 既然烧毁 儿子把父亲的灵毁了 这是多大的罪名啊 是吧 其实我觉得这是晋朝人 晋朝是跟这个北魏什么关系 是推翻北魏王 推翻朝魏王朝的 不是跟北魏 推翻朝朝 他儿子建立那个魏国 魏国的 推翻他 他就在形容你魏国这些政治家 你多没良心 连你父亲的分都给毁了 但是我觉得这一个记载 叫毁灵 这个原因 实际不是毁灵 我觉得是曹培 他就是曹朝的儿子 为了进一步贯彻 曹朝当年那个思想 就是伯障 他就要把伯障做更彻底一些 原来说伯障 不封不素 到了他儿子 又加了几条 也不能修寝殿 也不要烧香上供了 也不要修园艺 也不要修灵园了 既然不烧香上供的流氧陵园 干什么 就完了 但是原来的油怎么办呢 油 咱把它拆了 把东西买好了 规划整齐了 就完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曹朝目这个陵园 不是那种破坏性的毁掉的 而实际是有意识的把它拆掉的 有组织的一个拆灵的行为 拆灵的行为 而不是毁灵 据考古人员介绍 在较大的曹朝主墓的北侧 大概数十米的地方 发现了一个规模较小的墓穴 这个墓穴当中没有发现藏区和墓主人的遗骸 那么为什么主墓旁边会有这样的一座小墓的存在 在接下来的发掘中 是否可能发现墓主人的遗骸呢 这一大一小两座墓穴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在2009年的发掘中 考古队员曾在曹操陵园内发现一大一小两座墓穴 较大的是曹操墓 在北侧数十米远的较小墓穴 又会是谁的墓呢 考古专家介绍 这座小点的墓后室自上而下 全部为夯土填石 没有真正的墓室 也没有发现藏区和墓主人的遗骸 加上两处墓室的早晚关系 可能表明修建灵园之前 这座小墓已经被有意进行了清理回田 废弃掉 不过也有专家认为 这个小墓很可能是衣冠中 专家推测 他应该是曹操长子曹王的衣冠中 据史料记载 曹王死于曹操和张秀的战争中 当时张秀在夜间突袭曹操 在慌乱之中 曹操权杖着自己大儿子曹王 和麾下第一猛将点围的浴血拼杀 才逃过一劫 但曹王战死 并且尸故无存 所以据说曹操在临终时曾说 自己一声唯对不起的 就是长子曹王 因此把曹王的衣冠种 建在曹操墓旁边 可能性很大 好 刚才短片当中介绍 曹操临死之前 说自己一辈子最对不起的人 就是长子曹王 而且在门当中有详述说的一个曹王 是为保护他的父亲而死 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刘老师 这个我想史书上都记载了 就是他等于是 要没有他 曹操就完了 是吧 保护他的父亲 对了保护他的父亲 因此论的原因说 就是就埋在他父亲旁边了 但是说这个埋在旁边的是 他的衣冠种 实际连衣冠种也不是 是哪一块位置呢 就是这M1 这个M1这个位置 说这个就是埋草王的 有点就是这样说 就是现在的人猜的 现在的人猜的 那您了解的情况 我了解情况 当时做以为是个木的 现在不是从09年以后继续做 什么也没有 如果跟俄方比的话 俄方没完成的工程 这个根本就不是个木 或者就没埋人 现在已经弄清了 您看到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我看的情况是这样 现在 这是应该是14年以后开始做的 包括这部分 包括这部分 这个原来就有了 原来有现在弄清楚了 不是 就查不到木 木得有人 得有棺材 一贯种里得有一贯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那么它的构型是一个木的构型吗 木的构型 你看一下 应该木造是和稍微在中间点 跟个刀瓣一样 应该说如果要单个木做 也没做完 做得不像 那这到底是一处什么样的设施 这个应该说跟这没关 只能说跟这没关系 现在可以定起来 这个和这个没关系 在小说三国演义当中 曹操被塑造为一个 宁可我父天下人不愿天下人 父我的坚雄形象 因此大家认定 坚雄死后要防备天下人 所以才有了曹操设了七十二仪种的说法 那么七十二仪种真的存在吗 还是只是个传说呢 罗冠中在小说三国演义中 塑造了一个宁可我父天下人 不愿天下人父我的坚雄形象 因此关于曹操在死后设立七十二仪种的说法 几百年来沸沸扬扬 其实这也不是罗冠中的首创 早在宋朝时 曹操在民间中的尖雄地位就雷打不动了 而罗冠中只是将这种说法引入他的小说中 民间甚至还出现了这样的传说 曹操在下葬的那天 夜城的四座城门同时打开 七十二具棺木从城里抬出 进入了不同的墓室中 谁也不知道这七十二座墓室中 到底哪一座藏着的 就是威名赫赫的魏武帝曹操 留下了千古遗传 如今在河北毗林河南的林璋 和慈县的原野上 的确有众多古墓群 民间传说 这就是曹操的七十二仪种 那么这些至今仍然矗立在华北平原上的林木 真的和曹操有关吗 好 我们继续讨论继续探秘 刚才这个短片当中说的非常的悬 曹操下葬这一天 夜城四面门都打开 同时抬出七十二具棺材 让你辩不清真假 分不清哪一个是曹操 这个又有的说了 说你看曹操生前生性多疑 身后有布下迷魂阵 根据您的研究 像这个七十二仪种是真事吗 我想可能是 应该是后来编的 为什么呢 因为至少我们现在知道 到了唐朝的时候 唐太宗 当时代子部队要出征的时候 为了维护北部边疆 路过河南的安阳的时候 到了曹操墓 他写过记曹操墓的陵 他到那陵上记去了 到那陵上记的时候 如果那条七十二仪种 他不可能去 分不清 太不知道哪个是 这是到了唐代了 就是到了宋代 有人说到宋代 曹操变白脸了 其实一开始并不是 赵黄印当时一上台以后 有人说赵黄印是土包子 但赵黄印为了显示自己有文化 尊重历史 他把所有的帝王领悟都修了 其中包括曹操墓 这有记载的 如果当时不知道曹操墓在那 那怎么修 回过头来再说现在的七十二仪种 说七十二仪种就在现在曹操墓那夜城旁边 就是现在林璋县那旁边 林璋县旁边那墓很多 什么时候呢 北朝时期的 有的是东魏的北齐的 就是相当于曹操以后那时代的好多墓 因为那地方曾经做过首都 做过当时叫夜北城夜南城 做过首都呢 首都死了国王 或者皇帝 或者那大官贤贵 就埋在都城旁边了 每个墓呢 因为它地位高 坟头都高 到了这个什么时候呢 到了这个南宋的时候 人们就开始 南宋就正统观念 什么叫正统观念呢 我皇帝的儿子 自然应该当皇帝 你辽金 你金武术来了 你不能代替我 这种正统观念的情况下 当时要设立一个对立面 这个对立面 找了曹操 把曹操脸就给偷白了 偷白了以后呢 就尽量的 就跟又设想他这人怎么坏 坏到什么程度 生前说这人都减诈 死后还怕人家报复他 做了七十二一种 这个呢原来说是 没有七十二 我记得有首诗里头 是宋代里 还是一首 一个文学作本里提到 所以看到到曹操 就到那个曹操牧那一带啊 看到了有八九种 就是八九个 那个大的分堆 八九后来就 八九再加个惩罚 八九七十二 就变成了七十二一种了 七十二一种人说再拿了 就 后来就调查去 调查在一九 一九八八年 《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 专门就讲那调查结果 全是怎么写的 全是什么呢 全是北 北齐 东卫 北齐东卫 什么时候 完了 完了一百年了 根本都不是那个东西 现在把那些东西 指定了七十二一种的 根本都跟他不是一个时代东西 所以我们可以说 这个曹操七十二一种 后人附会而成 后人附会的 就为了给他往脸上 再抹点白粉子 谢谢刘老师 不客气 谢谢您这么多年 为中国的这个考古事业 做的贡献 感谢您 不客气 谢谢 好 谢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青年探评者永远对未知 保持好奇 保持一颗好奇心 能帮我们有更多的发现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咱们明天再见